我昨天下午呢和我的初中同学聊了呢有两个小时的电话 我先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他是在疫情期间2020年从澳洲返回到了中国大陆 那现在呢就是考虑不再返回澳洲 因为他在中国现在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 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过去三年的事情 特别是中国的疫情对世界的影响 包括中国现在本身经历的一系列的社会性问题 到底这个对于他来说 对于他个人的情况来说 到底是否应该出国还是说留在国内 那我先说一下他当年回国的原因 就是在疫情初期 他的父母认为澳洲澳大利亚是比中国要更危险 所以他当时就回国了 他回到中国之后呢 其实闲了能有一年多吧 那不能一直待着 然后他现在在中国的一个情况呢 是给中国的这个红十字协会机构工作 红十字协会呢在欧洲 包括在北美应该是一个慈善机构 那这份工作呢对于他来说 他认为比较轻松 工资的话不是很高 因为他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属于中国的二线城市 每个月的话就是不到5000块钱人民币 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认为工作不是很累 比较好混 然后其次呢他的年纪呢和我差不多三十多岁 然后在国内呢没有车贷没有房贷 父母呢是帮他买的房子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一瓶是两万人民币 全款买的 然后车的话是一台 开美瑞也是比较新的一台 一台日本的这个B级车 所以在于他这种情况现在呢是单身 没结婚 然后无车贷无房贷 每个月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收入 满足他目前的基本需求 所以他就没有再考虑回到欧洲 或者是移民的这个事情本身吧 但是当我们踏断中国现在移民的一个现状 他的情况呢是因为父母给了他一切 包括工作的介绍啊 买了房买了车 对吧 那现在中国大部分的这个90后80后的一个情况呢 是有房贷有车贷 你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像我咨询的有很多客户在国内是有这个还款压力的 包括部分客户的话 现在已经选择了断供 不管是因为你的这个房产烂位了 就是开发商没有建完 还是说就是因为你在疫情期间没有钱 种种原因选择了断供 那一旦断供之后 其实你首先失去的是你在中国的房子 你在中国没有住所了 再其次呢带来的是你的个人信用记录的问题 你在中国肯定不可能再贷款了 你想再坐飞机坐高铁也会因为你的这个个人征信的问题 做不了 对吧 基本上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的话 你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再翻盘 并且没有未来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适合离开中国 适合移民的 不是说移民的话就有新的希望 移民的话是给你一种新的可能性 重新洗牌 重新开始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移民就是刻不容缓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情况和我的朋友的情况比较相似的话 其实我还觉得真没有必要离开中国 真的没有必要离开中国 所以我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说我还是做移民留学 他说移民现在好做吗 因为他对这个市场不是很了解 我说疫情期间挺好做的 很多人都出国 所以他就很费解出国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是 如果你在中国是有这个房贷 并且你的这个贷款断供之后 确实应该是考虑出国 那因为我的朋友呢 之前在澳洲有过生活经验 大概是四年 三四年的一个时间 他认为如果你现在是想出国的话 并且想在海外长期的定居 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去的国家是说的什么语言 就是去了就要学当地的语言 这个我和他是持有非常相同的观点 就是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工作 为什么这么轻松 也是和他掌握这个熟练的英语有关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算是在中国 你在掌握第二语言之后 在这个找工作上 工作期间也是有一系列的优势 那如果你是生活在海外的话 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不管是去澳洲说英语 还是欧洲这边的这个德国 法国意大利 都要学本地的语言才可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基于他 对于这些想出国 或者是已经在海外的人 一定要这个建立起语言意识 不能说你觉得学不会就不去学语言 因为你只有掌握了当地的语言 掌握了当地的人文和文化之后 才可以在当地长期的定居下来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都非常认可的 但是又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现在人还在国内 还没有出国的话 你这些事情太远 那大家现在在考虑移民的时候 或者是考虑出国的时候 其实你要考虑的事情呢 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资金 你的资金有多少 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的资金能不能证明 一个合法的来源性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那第三点呢 就是你能不能开出 中国相关的无犯罪的证明 换句话说 你在中国有没有犯罪基督 这三点呢 我认为是在你衡量 特别是在2023年 中后期移民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点问题 咱们先从这个第一点说 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有钱 如果你有钱 那你的选择会有一些国家 如果你很有钱 并且你的钱 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那你可以选择全世界 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移民 黄金签证项目中的 这个房产移民 那与此同时 无犯罪记录 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投资签证 和和这个黄金签证 都是需要证明 你是这个无犯罪记录的 持有者不能有犯罪记录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国人呢 在刚到海外 想投资一些 特别是房地产项目 或者是想往银行存钱的时候 还是持有一个中国的误区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现金 什么东西都可以这个cash 这个是在欧洲 在北美 在世界上的主流国家 非常禁忌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烦起钱 你想在欧洲 你想在北美买一套房产 你不能像中国 你把所有的 你把所有银行里面钱提出来 装到一个旅行箱里 拿到这个开发商手里面进行购户 在中国可以 在东南亚的个别地区可以 在这个中亚的某些地区可以 但是在欧洲 在北美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其实都没有这个购户的可能性 其实如果你是想用现金买房的话 在这些发达国家 你连看房的必要都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客户很有钱 但是他证明不了他 这些资金的合法来源 其实就阻止了很多的移民项目 包括这个房产投资本身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有钱 现在需要做的事 先把钱转移到海外 转到海外之后的话 并且证明这些资金的合法来源性 然后再向这个欧洲投资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才会在欧洲或者在北美慢慢地建立起来 不然的话 你的情况和这些中国的穷人无异 因为你的钱呢 只能以现金的形式在这些国家消耗掉 你不能这个投资大众物件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开始担心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问题 因为人民币现在对美元又破期了 很多朋友在疫情期间呢 甚至是在中国在2019年推行数字货币的时候 就想着想把你的资金转移到海外 那到今天为止呢 仍然没有停止 那时间来到了2023年 特别是在欧洲地区啊 你想这个见证开户 不见面开户啊 或者是见证开户 都变得非常的难 你的这个账户就算开开的话 你的资金进入量一旦变大的话 银行仍然会有权关闭你的账户 所以现在一方面是中国的资金不安全不稳定 另一方面是你的资金呢不被主流国家所接受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现在最大的一个痛点 我认为如果大家对于在中国有一定积蓄的 并且选择永久性的离开中国 那资金转移加资金合法化的这个事情就变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是在移民之前就要这个做完 然后当你把你的资金呢转移到海外 并且这个实现你的资金的合法化之后 你就可以这个选择你其中小移民的国家 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又回到了我和我朋友之前达成的那个共识 就是你在掌握当地的语言 这样才能长久的这个定居下去 我认为有很多朋友移民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除了语言之外 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另外几个原因我觉得比较影响到你这个移民成功与否的除了语言之外 第一个是人当刚到海外的这种孤独感 那这种孤独感可以体现在没有朋友啊 对这个周边生活的环境比较陌生 包括这个食品本身 食品和中国的这个食物相差的过远 这会这些事情都会让你产生一系列的孤独感和与这个新的社会的隔离感 再加上这个语言的问题本身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想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 特别是在前几个月或者是前一年来说 就会变得比较的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开中国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样都会选择在当时毅然决然的离开中国 但是你看这些朋友在海外不管是哪个国家 待了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后 最终大部分也都选择了回到中国 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嘛 就是因为这种孤独感 最终还是得回到中国 虽然中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但是最终还是中国是最适应大家的 这样的人呢 其实就在移民之前就要想清楚 因为你可以做一个短期的逃离 这是没问题的 最终回国呢也没有问题 就像我朋友现在在国内生活的 我觉得他的生活质量比我要好 他的安逸程度比我要高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你要看清楚你自己对于移民的这个应对能力 和适应能力哈 如果你觉得你可能 应该大概率移民会失败 那你就是做这种这个移民不成功的一些打算 那到了海外呢就不要职业呀 不要做这个大量的投资 也不要把大量的资金投到某些这个移民或者是移民投资项目上 因为你坚持不下来的话 其实你到海外可以以这个免签或者是短期签证的形式 待在一个或者是多个国家 看一下你的在国外的适应能力 如果你能完全适应下来的话 你到时候再考虑某些稳定的移民项目 到时候也不晚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 我为什么能感觉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疫情期间哈 你看我在疫情期间得了三次新冠 每次新冠的时候 我想的是 我真希望我在英国 但是英国的一个情况是 英国的疫情的控制在欧洲当时也是非常糟糕的 也就是说是挺危险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得了病之后 得了新冠之后 我还是希望我人能在英国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对英国的了解呀 就是因为我对英国的熟悉 我到其他国家的话 我在其他国家得这个新冠得病的话 我心里就觉得不是很安稳哈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也很理解 为什么在疫情期间 依然就让离开中国的这些朋友呢 嗯 在疫情之后 或者是在疫情期间 又都选择了回到中国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 那为什么这个说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离开的朋友又回到中国呢 因为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次疫情 第二波疫情哈 现在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 嗯 二阳的情况是有发生 所以中国有可能会重复疫情期间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但是不限于限制这个公民的出境 限制你们的这个资金的出境 但是他的情况呢 很显然不可能像三年前那么严重 至少在搬护照这个事情本身 不可能像三年前控制的那么严格 所以我现在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呢 对于中国的第二次疫情来说呢 大家不需要过于担心 如果你想在这个阶段离开中国呢 其实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做这些正常的移民项目 如果你能证明你资金的合法来源证明 并且有这个无犯罪证明的话你有很多在移民国家移民项目上的选择 如果你有钱但是证明不了资金和好来源证明 并且有犯罪证明的话 那你的选择会比较少 但是仍然有选择 那关于资金出境的这个问题 每人每年五万现在在你的网印中仍然是可以汇出去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的额度比较大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排过的一期会员视频 是关于资金出境 以及证明资金合法化的那一期会员视频 虽然那一期会员视频比较贵 但是30分钟的一期会员视频 给大家完整性的阐述了 你在中国的钱如何出境 以及出境之后 如何把你的钱实现资金的合法化 最终实现欧洲地区北美地区的一些合法的投资项目 所以干得好不如干得巧 大家需要先判断在2023年 你是否需要离开中国 如果你是需要离开中国的话 你的资金是否充足 并且你的资金是否有这个合法的来源证明 你最终到了你想移民的国家之后 是否可以适应这个国家的生活 包括这个国家的语言 包括参与这个国家的社会活动 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及食物 如果这些因素你都可以满足的话 并且你认为你可以适应海外一系列的挑战 以及海外全新的生活 那你在2023年应该做出移民的决定 那反之如果你的情况和我的这位朋友比较相似 那他现在的决定是不再考虑移民 不再考虑出国 但是无论怎样不管你是选择出国还是选择不出国 移民还是不移民 这一系列的决定以及一系列的决策都没有对于错 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些经历 生命中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管怎么样 2023年在中国第二次疫情开始之际 人民币对美元再一次破期的时候 大家需要根据你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你是否需要在2023年第一次或者是再一次的离开中国 不再次分享 谢谢大家 那么那么我现在就像了一遍 一遍 这一遍 那么我现在就像了一遍 就像了一遍 想了一遍 那么我现在就像了一遍 就像了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